家有神兽,有料不慌 欢迎来到超有料的儿童成长系列课堂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孩子身高的话题 上节课我们谈到身高管理的基本概念 先天的遗传身高很重要 决定了70%的机会 但是不能在遗传基因上睡大觉 后天做好主动积极的身高管理也非常重要 那么如何充分利用好这30%的机会 帮孩子实现理想身高 今天我们一起扒一扒三个涨高的奥秘 先来扒第一个奥秘 决定后天涨高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最近一项发布在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研究报告 引发关注 这是由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发起的 这个团队对比分析了1985年至2019年 这35年全球各地青少年的身高后发现 世界各地孩子们的身高差异巨大 首先从国家分布看 身高最高的在荷兰 19岁男孩平均身高达183.8厘米 东帝问19岁男孩平均身高160.1厘米 为全球最矮 两者间身高差了20多厘米 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中国 还是拿19岁孩子举例 19岁中国男孩平均身高是175.7厘米 19岁女孩身高是163.5厘米 排名东亚第一高 35年间中国男孩女孩的身高 分别增加了8厘米和6厘米 增幅在全球遥遥领先 反观其他国家的表现 并不是所有国家地区都有身高增长 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 35年来都没有增长 只是持平甚至变矮 因此英国广播公司BBC总结了这次调研结论 对儿童的身高来说 基因起着非常重要作用 但是当放眼全人类身高研究时 营养和饮食仍是关键因素 如果这个国家的青少年在儿童时期 没有得到足够丰盛的食物 或者因为一些疾病 导致其营养未能被充分吸收 会影响孩子成人后的身高 也直接影响这个国家的整体身高增幅 总之 这个横跨35年时间 以全球6500万孩子为样本的 全球调研报告 被各大媒体报道说 找到了长高的秘密 你get到了吗 一言以蔽之 就是营养对孩子们的身高来说 很重要 非常重要 让我们继续来拔身高的奥秘 人到底是怎样长高的 我们眼看着一个小朋友 从刚出生时 强保中的婴儿50厘米 经历十多年时间 慢慢长到成人后的160厘米 180厘米 这个生长过程 在医学上来看 是一个细胞不断分裂增殖的过程 成千上万个骨细胞 由一变二 二变四 四变八 不停地分裂生长 而在这个过程中 细胞需要不断从周围环境中 吸收营养物质 从而转化成自身的物质 所以 细胞增殖的过程 也是体内营养物质代谢的过程 从微观层面 你可以这样简单理解 长高这事 其实就是 骨细胞要天天吃饭 不断壮大队伍 身高才能茁壮成长 我们不禁要问了 骨细胞天天吃什么呢 给孩子补上 不就行了吗 正解 今天和大家分享骨骼生长三剑课 赖胺酸 钙 芯 先认识第一剑课 赖胺酸 我们听过氨基酸 但是赖胺酸可能第一次听说 赖胺酸是一款人狠话不多的角色 有研究表明 它可以促进分泌生长激素 生长激素有多么宝贵呢 美国FDA公布了一项科研成果 生长激素 是唯一能够使人体骨骼 线性生长的物质 可以加速软骨细胞分化 增值 从而让身高生长 临床证实 生长激素分泌正常的孩子 一般身高都比较理想 反之 生长激素缺乏的孩子 身材都比较矮小 赖胺酸还可以促进钙的吸收 在CCTV走进科学节目中 中国农业大学 李德发教授曾指出 给孩子添加赖胺酸 能让增长速度增加10%到15% 赖胺酸是不是很厉害 但是它又是一位不太亲和 神龙不见首尾的家伙 人体共有22种氨基酸 其中8种氨基酸人体不能合成 只能从食物中获得 这8种就是必须氨基酸 赖胺酸是其中一种 但在骨类食物中 它的含量是最少的 而中国人骨类食物摄入占比比较多 但是它在这个大自然 有一个好CP 就是优质大豆蛋白 在这种蛋白里 刚才说到的8种 人体不能合成的 必须氨基酸都很丰富 尤其是赖胺酸含量充足 因此要想找到赖胺酸 那就去找它的好CP 优质大豆蛋白 宝爸宝妈们 盖它到了吗 再来认识身高第二剑客 盖 大家都对盖很熟悉 都知道长高 离不开补盖 确实 成年人的盖大概1300克 99%存在骨骼和牙齿内 打个比喻 如果把人体骨骼 比喻成一座建筑物 那么盖的作用 就像建筑的主材料 钢筋水泥一样钢需和重要 儿童钙的摄入可以通过食物摄入 而钙来源最好的食物是奶机器制品 深颜色的绿叶菜 以及大豆制品 既然大家都熟悉这位剑客 我就不详细介绍了 再看身高第三剑客 鑫 这位剑客最牛的职能 就是他会参与体内DNA的复制 可以这样说 如果孩子体内缺鑫 DNA的复制速度就会大大减慢 DNA合成量也会明显减少 于是身高发育会减慢或者停滞 而且缺芯有可能降低 生长激素刺激生长调节产生的有效性 也认为缺芯直接降低了生长激素 刺激软骨生长的生物效应 通俗来解释就是 即使你睡觉的时候 产生足够多的生长激素 但是缺芯却会让生长激素起不了作用 看来这位新剑客 也是不折不扣 不好惹的主 少了它 后果很严重 爸爸妈妈们要注意了 好 继续巴巴第三个奥秘 怎样才能正确吃出身高呢 话说 孩子的身高 不仅仅是为了颜值和气质 更是评价孩子 是否健康的重要指标 这不 世卫组织将儿童身高目标 列为2012至2025 全球六大营养目标之首 如何让孩子吃出好身高 是每一个家庭需要做的重要功课 然而很多家庭的正门功课都不及格 我今天罗列一下 看看你的身边是否有这样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 第一误区 孩子正在长身高 吃得越饱越好 于是 一日三餐 孩子被投胃的顿顿肚子圆鼓鼓 长此以往导致肥胖 性早熟等一系列问题 孩子身高发育的希望就基本渺茫了 而且保持适当的饥饿感 生长激素分泌会增加 所以睡前喝奶的家长 不妨把喝奶的时间提前一下 第二误区 孩子长不高 吃点生长激素吧 效果越快越好 市面上很多宣称有增高疗效的药物和食品 其实是一种生长激素 也许会短期促进孩子生长 但是会使骨灵提前发育 骨猴提前闭合 提前结束了孩子的正常生长期 第三误区 既然某种食物能长高 我们专攻这种食物越多越好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 可以担当吃了就能长高的这个名头 因此摄入丰富均衡的营养才是王道 比如很多家长都知道 钙对长个子很重要 于是各种办法补钙补钙 然而没有其他各种营养素的协同作用 共同提供生长的动力和支持 光靠补钙是于事无补的 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长高的三个奥秘 你记住了吗 总结起来就三句话 营养很重要 骨骼营养很重要 会吃很重要 宝爸宝妈们记住 在孩子生长的关键时期 帮孩子紧紧抓住 身高后天30%的机会 给孩子创造10厘米身高 不是梦 祝福每个孩子都茁壮成长 个个都高人一等 拜 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小看